404解題說明 首先我們看第一小題 要利用記錄表完成樞紐分析表 1-A我們將滑鼠移到範圍內任何一格 在插入的功能表裡面 我們選到樞紐分析表 直接在圖示上按左鍵一下 範圍是從A1到H189 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按確定 完成以後 最重要的要把工作表1 點選兩下 接著輸入休假分析四個字 1-B我們要完成樞紐分析表 首先我們點到右邊的單位別 它會放在列標籤 接下來根據題目要求人言代號 求值的部分 我們要把正班時數 當然你也可以用拖曳的 好 接下來還有休假時數 完成以後呢 根據題目要求 它要在設計裡面 我們要選取 爆表的版面配置 以大綱模式顯示 好 那這邊會用大綱模式來顯示 好 接著1-C呢 我們要新增一個欄位 在F3的位置呢 我們這裡要輸入 正班及夾班這五個字 好可以在欄的右邊這邊按兩下 自動調整欄寬 好這邊呢 我們在F4這一格裡面 我們要輸入公式 計算一下 我們的正班時數 加上加班時數 它的位置是在C4跟D4 好直接輸入呢 等號C4加上D4 好按Enter 完成以後 我們在F4這一格的右下角 連按兩下左鍵 做一個填滿複製 好接著1-D呢 還要再新增一個欄位 在G3的位置 我們要自己輸入 好 輸入休假率這三個字 完了一樣 在G的右邊欄邊 按兩下 好自動調整欄寬 接著我們在G4這一格呢 要計算休假率 好休假率的計算 就是休假時數 除以正班即加班的時數 好我們接著輸入等號 一樣的這一格呢 是E4自己輸入 除以正班即加班 F4 好按Enter 完成以後 在G4 這個儲存格的右下角 按兩下左鍵 做填滿複製 好接著1-1呢 我們要調整C欄到F欄的 數值格式 好根據題目呢 它要求的是 它是要千複位 它是要千複位 要小數位數呢 要0位 好所以我們用 減少小數位數 好按一下 再按一下 好大家會發現 當它原來只是0的時候 會用一橫來表示 好 1-F 我們要調整G欄的 數值格式 好根據題目呢 它要求的是 我們點一下 數值 百分比 小數位數 0位 好按確定 好完成以後 我們接著看第二小題 好根據題目要求 它要新增工作表 首先我們看2-A 我們在插入工作表 這個圖示上面 按一下 好 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在這邊點兩下左鍵 接著我們輸入 休假分析明細6個字 好接著我們看2-B 休假分析明細裡面的內容呢 是根據休假分析 從A3這一格 然後一直到G 59 所以我們這邊呢 我們要先把滑鼠移到A3 然後利用根據題目要求的 利用if這個判斷的函數 好 我們點兩下if 再點一下fx 那這邊呢 它要去判斷 如果休假分析裡面 第一個 格子 好 A3 它的內容 如果是空白 那我們就傳回來空白 或者的話 就傳回來它的值 好 這邊我們自己輸入 isblan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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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括號 判斷它是不是空白 如果是的話 那我們就傳回 雙引號 雙引號 中間 沒有任何的資料 那如果不是 表示它不是空白 那我們就傳回 休假分析對應的 這個儲存格的資料 好 按確定 好 之後呢 我們就在A3的右下角 用拖曳的方式 拖到G3 然後接著再往下 拖曳 到59 好 放開 好 完成以後 我們接著再看一隻C 在C欄 好 我們移到C欄的位置 接著按右鍵 插入 好 根據題目要求呢 在C3的位置 我們這裡呢 我們要輸入 三個字 工廠別 那接著 這裡面的資料呢 我們是要根據人言的代號 然後到 紀錄表裡面 去找到 它的工廠別 好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是1234 第四欄 好 我們回到 休假分析明細 好 接著我們把滑鼠移到C5這一格 輸入 等號 好 vlookup 按兩下 再按一下 fx 好 我們要找的資料呢 是V5這一格 好 它的範圍呢 在紀錄表裡面 好 從V2 一直到 E2 然後我們再按Ctrl Shift 向下鍵 這個範圍呢 我們要把它固定下來 所以按F4 傳回來的值呢 是第四欄 好 完全符合 輸入0 按確定 好接著在C5的右下角 按兩下做填滿複製 好 接著再看二支D 要在工廠別的右邊 還要再新增一欄 我們點到D欄 按右鍵插入 好 接著在D3這一格 一樣的 我們自己輸入 工廠別說明這五個字 好 接著呢 工廠別說明呢 我們是利用工廠別 然後到工廠別說明表裡面 我們找到工廠別的 對應的工廠別說明 所以這裡傳回來的欄位 是E2 和D2欄 好 回到休假明細 好 接著我們把滑鼠呢 移到D5這一格 一樣 輸入等號 好 Vlook 我們點兩下 再點一下 好 我們要找的值呢 工廠別 範圍 我們到工廠別說明表 選取V2到C2 接著按Ctrl Shift向下鍵 完了以後 按F4把它固定以後 傳回來的值呢 是第二欄 好 完全符合按0 確定 好 之後 在D5 右下角 連按兩下 做一個複製的動作 那當然同學會發現 在這裡 空白 做大綱模式這裡呢 有 錯誤的公式 運算 我這一題的評分不影響 那如果同學 以後 碰到這種情形呢 你可以利用 在旁邊呢 任意點選一下 接著 我們就利用尋找與選取呢 特殊目標 我們可以找到公式裡面 好 我們只要找錯誤值 按確定 好 這個時候它會自動 當我們找到以後 我們按Delete鍵 就可以把它清除了 好 接著2-1呢 我們要調整A3到 I4 好 我們選取這個範圍 選完以後 根據題目要求呢 要做出體字的設定 好 接著 A20到I20一樣 出體 好 移到下方 A39到I39 出體 A59到I59 出體 完成以後 我們再回到上面 選取 1到H欄 好 根據題目呢 一樣要求簽文位 0位小數位數 所以我們用 減少小數位數 按兩下 好 0的時候 它的值 是一橫 沒有問題 好 接下來I欄 它顯用的格式呢 我們在數值裡面 對話方塊 找到百分比小數位數 0位 好 確定 好 最後 2-F 我們要調整欄寬 首先選到 A B C 然後接著呢 I欄 我們先按住Ctrl 再點選 I欄 按右鍵 欄寬 根據題目呢 是10 好 我們輸入 確定 好 接著呢 D欄 按右鍵 欄寬 18 好 確定 最後 E到H 按右鍵 欄寬 15 好 確定 到此 解題完畢 好 寧存新檔 EXA 04 儲存 好 評分 結束